中国香港体育代表团一行 当地时间星期二早晨抵达巴黎大高乐机场 团长施文信在机场接受本台记者独家采访 表示这一次征战巴黎奥运 目标就是每一位运动员都能够发挥出他们的最佳水平 努力争取奖牌 当天抵达巴黎的中国香港体育代表团一行中 主要是游泳和乒乓球运动员以及代表团的医疗人员 而其余运动项目的团队也将在近日陆续抵达 团长施文信对记者表示 希望每位运动员都能在本季奥运会上 发挥出他们的最佳水平 并努力去争取赢得奖牌 石文信提到 出战本季奥运会的团队中 有很多一流的运动员和世界冠军 当中包括张家朗 何诗贝 江明慧 黄振廷等人 而第三次参加奥运的乒乓球运动员黄振廷对记者表示 会尽力打好每一场比赛 因为对手都很强 然后所以也没有给自己定太大的目标 只是一场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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平好这样的 另外黄振廷还高度评价了内地乒乓球国手们的水平 表示彼此平时一直都有在相互交流学习 包括这次备战巴黎奥运会期间 中国香港这次派出了约80年的团队参加巴黎奥运会 包括35名运动员 而其中的一半运动员都是首次参加奥运 凤凰卫视尽量将心 巴黎报道